今天我们要谈谈黄金市场的最新动态以及未来的走势预测 本周一史黄金市场迎来了一波大涨 周一亚洲早盘现货黄金一度飙升70美元 逼近2150美元每盎司的关口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是黄金三年来第三次尝试突破2100美元每盎司的阻力位 这次终于成功了 目前黄金稍有回落报2100美元每盎司左右 那么黄金市场的上涨动力是什么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联储的降息预期 近期美国的经济数据不断疲软 通胀压力也在缓解 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已经结束了加息周期 明年将开始降息 虽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等高官试图打压这一预期 但市场似乎不买账 纷纷买入美债 导致收益率大幅下降 这对黄金是利好 因为黄金没有利息收入 当债券收益率下降时 黄金的机会成本就降低了 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 第二实际利率的下降 实际利率是指明义利率减去通胀率 它反映了借贷的真实成本 实际利率下降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下降 这会刺激人们寻求保值的资产 比如黄金 实际利率是黄金价格的主要驱动因素 历史上实际利率每下降100个基点 黄金就会上涨11% 目前美国的10年期实际利率已经跌破1.25% 这是一个重要的预知 如果未来继续下降 黄金有望受益 第三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近期中东地区的冲突风险升温 引发了市场的避险情绪 虽然目前看来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但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这对黄金是支撑 因为黄金是一种安全的硬通货 可以抵御政治和经济的动荡 第四 央行的黄金购买 今年以来 全球央行的黄金购买需求 创下了历史新高 达到了800吨 同比增长了14% 这些黄金流量 虽然不会直接推动价格上涨 但它们会撑住市场 支持整体的价格上涨趋势 央行购买黄金的原因 主要是为了多元化外汇储备 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提高金融稳定性 综上所述 黄金市场的上涨有着充分的理由 未来的走势也值得期待 一些知名的金融机构 比如瑞银 预计黄金在2024年和2025年 可能会再创新高 当然市场也存在一些风险因素 比如美元的强势 股市的高涨 以及黄金的过度投机等 这些都可能对黄金价格造成一定的压力 因此 投资者在参与黄金市场时 还需要注意风险管理 合理配置资产 不要盲目跟风